英国脱欧后接过领导棒子的特里沙梅什么时候带领英国展开脱欧程序 一直备受关注如今终于捎来最新消息 受到脱欧派施压 特里沙梅在星期天保守党年度大会表明 不会等到德国明年9月大选才执行李斯本条约第50条脱欧程序 而是会在明年3月前就先跨出第一步 正式和欧盟展开为期两年的脱欧谈判 而作为英国摆脱欧盟法律约束的第一步 特里沙梅将在明年4月或5月 女王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大废除法案 废除1972年欧洲共同提法 让英国重新自行决定国策 这个历史的策略 将在明年4月或5月 将在1972法律 将在英国的英国的法律 将在英国的法律立法律 这项法案是在1972年英国加入欧盟前身 欧洲共同体时制定 确立所有欧盟法律适用于英国 并凌驾于当地法律 英国政府承诺将采取简单做法 在英国正式脱欧当天 按照实际情况将欧盟法律 转换成英国法律 至于不再适合的欧盟法律 则将废除 而脱欧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如何处理难民朝问题 虽然英国会管制入境难民人数 但是戴维斯向旅居英国的欧盟居民 作出承诺 强调英国会保障他们的权益 不必感到担忧